我国再有剑而勇夺亚运会的金牌 这一回是征战马术圣装五部个人赛事的名将 也就是穆罕默·卡比尔 他在自选科目中以75.780分独占翱头 利措其他14名选属之余 也成功弥补了上一届亚运会屈居亚军的遗憾 拥有六次亚运会经验的卡比尔 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和冠军只有0.4分的差距 无缘摘金 此前拥有三银四同战绩的他 成功在今天翻盘 以75.780的总分 超越了香港的银牌得主萧颖银的73.450分 以及印度铜牌得主阿努什的73.030分 竞技部长杨巧双也在赛后 透过脸书发文 恭贺卡比尔成为马术赛事的亚洲之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